11月13號看幾胞胎有沒有外孕 11月13號 就下禮拜六 好像今天有一個戲子來的就是送胞胎 那這等於11月20號看心跳 11月20號看心跳 一直到有心跳才算數 所以要還有兩個禮拜 還有兩關要過 驗有有沒有幾胞胎有沒有外孕 那幾胞胎大概禮拜一 我看抽血報告就知道這個應該蠻強的 你就要驗一次而已 你那天就很強了 如果送胞胎比較容易在二十週以後高血壓 那通常會在11月13日到11月20日 有點出血通常是有經無血 市中出血嗎 對 容茂茂叫出血 尤其是這過三關 我已經跟你講了 你幫你太太簽名 好 所以我們第一關過了 下禮拜六過第二關 下禮拜六過第三關 好 一定會過的啦 那幾胞胎我禮拜今天 1114年11月 11月6號 對 這個我會貼他的病歷 我會帶給你 就是說我有跟你明確告知 這個病歷強多了 我知道 這就是一條 這很強啊 這個我的經驗應該是三胞胎 抽血應該是三百到五百之間 是喔 謝謝他一次 那如果一千多的話 就三胞了 太強了 太多了 對 如果一胞胎的話 我就要介紹你到立法院對面 去找葛教授減胎 好 就好 老伯爛太糗了 老伯爛太糟了 他那個感冒藥 我可以拿給你看一下嗎 我看一下